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方 好久没有更新视频了 最近呢 白天非常的忙 很多的顾客到店 所以呢 很少更新视频 今天呢 给大家介绍一台大通原厂的B型房车 这台车的这个外面 外观呢 非常的低调 选择了一个银色 然后呢 没带任何的拉花 估计前车主他也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 给大家看一下这台车 它的配置非常的高 上方正阳棚 户外这边有一个抽拉的 纱装门 粘度的脚踏板 后方呢 他选装了一个 大通原厂的柴油灶 走 我们上车看一下 好 我们的室内呢 给大家看一下 很多的人对大通原厂还是比较了解的 那这一台车呢 他选择的是 极箭版的最高配版本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功能键 它的这个辅助驾驶功能 全部悬满 大屏的一个导航多功能方向盘 然后匹配的是2.0T的一个柴油发动机 6AT的自动变速箱 像ACC啊 这些盲区监测 倒车影像 倒车雷达都是有的啊 然后核载是四个人 裹六的一个排放 前二后二的布局 这边也是可以拼下去的 然后侧推的窗户 上方的48伏的直流变频空调 环绕式的一个音响 还有包括我们的电视机 这边呢 是我们的操控面板 下方呢 是这个延伸的小桌板 电磁炉 洗手池 下方呢 组合的一些橱柜 它的储物空间还是做的挺多的 嗯 而后方区域呢 选择了一个格兰式的微波炉 下方是赛特福德的双开门冰箱 在我们这边呢 是上下铺的一个纵床 八十七乘以两米的尺寸 上面睡一大一小 下面也睡一大一小 一家四口 如果有两个小孩子的 这个 这一台车非常适合啊 然后独立的卫生间啊 里面配备了一个赛特福德的旋转马桶 里面的空间呢 还是挺宽裕的 而且就是 嗯 它的这个装修风格 有点像那个宾馆里面一样啊 然后上方还有排风扇 镜子 刮伞 简单车呢 给大家配的是 四十八伏双发电系统 四十八伏一百五十安时 七点二度的一个家用电 而且是双发系统 嗯 行车和试电充电都非常的快啊 还外加两把的一个太阳能板 如果大家对这一台车比较感兴趣的 可以在评论下方去留言 我是小方每天带您看房车 好了 这个视频到这里了 拜拜